在英国注册但股份,在本港挂牌的汇丰控股00005,早前由于接到英伦银行属下,审慎监管局发出书面通知,要求该行取消派发2019年度的第四季股息。 因此不惜取消了早经宣布,股份并已经除净了股息,进行买卖的去年度第四季中期股息,这件事除了让一直支持汇控,甚至已持有汇控股份,作退休后收取股息维持一定收入的,汇控小股东大感失望和不满之外,在本地社会亦引来了很大的迴响,认为汇控的处理方式,实在是全有问题。 汇控虽然在英国注册,但是除了他的股份,在本港股市作第一上市挂牌之外,其每年逾8-9成盈利也是来自香港,如果以取诸于民,用诸于民的治理原则来说,实在是没有理由因为英国政府,幽类对英国当地的银行金融系统构成压力,而顺应英国政府取消派息的要求, 牺牲了不少是在香港股东的利益,但是,既然汇控选择了在英国注册,其面对来自英国监管当局的压力, 也是不难理解,因此,为了避免造成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困局,同时考虑其盈利,绝大部分来自香港, 汇控应否把注册地迁回香港?再次受到关注成为热门讨论话题, 更有意见表示,倘若汇控不考虑把注册地迁回香港,本港便应该考虑另外设立, 一家完全是属于香港人的银行,关于另设属于香港人的银行者议题, 我认为只是一时之气的说话,最直接的做法还是汇控, 必须切切实实的考虑是否应该,尽快把他的注册所迁回香港, 既然要赚香港人的钱,又享有了本地的发抄权利,站在一家企业立场而言, 自然也要对社会负有责任,何况他是一家上市企业,对股东也负有道义的责任, 汇控主要业务重心在香港,但他选择了在英国伦敦注册, 受英国当地条例规管,类似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在, 很多业务主要在中国国外,却老远跑到欧美尤其是, 美国股票市场上市的企业的身上,这些企业虽然在美股市场, 都能够成功融集资金,但是身处异地,除了知名度较高, 如阿里巴巴零九九八八等之外,因为普遍不为当地投资股民认识, 自大多数都是上市之后交投并不活跃,面对的困难却很多, 除要付出高昂的合规费用不在话下,也经常要冒政治风险, 尤其是在中美两国,出现政治角力或争拗之下, 更由于人质搬成为了人家的出气袋,每每遭受到楼难, 我必须强调,汇控语上面所说的那些在美国上市的, 内地地企业是处于,两个完全不同的景况, 因此不能够相提并论,但是各自远离本土, 选择处身外地,受外方监管,遇上国际上出现政治与经济利益的问题, 便往往身不由己,甚至会被借题发挥, 成为针对的对象,结果却是一样, 这次美国应对不力,致让成该国大爆发, 确诊与死亡人数均为全球之冠, 美国政客为掩饰己过,企图转移视线, 把责任推卸到中国身上, 内地企业处身旗规管的刀口之下, 便往往有机会成为代载的羔羊, 任人宰割,早前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, 内企瑞幸咖啡被揭发有人在内部造假, 这原本是个别企业本身的问题, 但是已经有美国的证监会高层官员跑出来放话, 质疑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的可靠性, 但有一足毫打回全船人之势, 这其实已经是响起了的一个警号, 接下来 节目